大家好,我是蔡博亨 我们今天要讨论我们如何可以预防失智症 目前我们并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来预防失智症的产生 但是我们如果从生活习惯上做小小的调理 有可能可以减低我们得到失智症的机会 那通常我是建议病人要适当的运动 然后要动脑,有足够的社交关系 睡眠要足够,要减低压力 并且要吃对脑袋有益的食物 那下一集我们会讨论要吃哪些食物对脑袋比较好 可以减低得失智症的机会